大家好,我是Duncan 欢迎来到musicunion.com谈天雪的频道 今天我们来与阿永音响 看看他们的新试音室 看看他们拿了什么奖项 好 Duncan,很久没有跟你逛街街 你今天带我去哪里玩 是呀,因为很久没有逛街街 今天带你来探望你的老友 王大廖阿永音响 今天来的目的,为何呢? 阿永做大展鸿途 开了另外两个新的show room 即是连着九哥有三个show room 而且他今年拿了一个很重要的奖项 所以我们就去探望他 Hello,Go Go Go 这是阿永音响第一个试音室 由于阿廖哥公事繁忙不在香港 所以委派了豪哥招呼我们 豪哥你好,你好 大家好 是 你进来的第一个试音室 我看到一些器材比较小 尺寸的尺寸 豪哥,其实这样的摆法 你有什么特别的用意 这间就是我们其中一间新扩展的试音室 我们愿意就是还原一般家居的环境 做一个示范 因为有很多客人 譬如去到一些浅烈室 就说我家里没有那么大的空间 或者做一些扩散 吸音未必那么好 你看到我们现在的聆听距离 都是比较近一点 没错 一般家居就比较接近一点 试到真实的效果 而你也看到我们的器材 这里主要是细细的 全一屋为主 可以省位少少 二入屋别 我又看到有数码 也有黑胶 也有 其实也是很照顾用家的需求 是的 因为现在 比较多客人 就是会用一些串流产品 因为方便 但是也有一班客人 着重阴质 analog味道 他们依旧会有黑胶 所以我们也会免得做示范 我看到色鬼那边 也有不少的产品 都放在这里 或者浩哥 大家给我们介绍一下 放些什么产品 好 浩哥 这里很多你们在买 和代理的线材 防震用品 不如你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旁边也做了一些陈填柜 让客人可以更容易看到食物 当中 有我们代理的品牌 就是西班牙的Fondo Acoustica 这边就是Tributrix的线材 这家美国的线厂 都做很多不同类型的线 包括HDMI 或者信号线 那边线都有 如果经销产品 我们都会放一些配件 例如有Iso Acoustic的配件 避震脚 这就是低音避震箭 另外也会有Iso Pin的Fuse 和一些抗干扰的配件 真是各色其色 依照客户的不同需要 就可以选购不同的产品 是的 没错 其实我知道 接下来这个Show Room 就真的适合了李老板 那些东西 无论是价钱 那些昂贵情况 都适合李老板介绍 我将时间交给李老板 我发现这个试音室 有些价值原成的东西 例如駕駛的士 Vincent Audio 连Mark姐都放在哪裏 究竟这个Show Room 有什么用途 是否尿哥公器私用的 大家都看到 其实这间试音房 除了我们代表的产品之外 都会看到有其他品牌的喇叭 器材 为什么会放在这里 因为有些客人 他本身在家里 可能正在用某些品牌 但是又不是我们本身卖的产品 他想试一部抗音机 他想试到最真正的效果 我们就尽量去接播给他听 希望他可以听到最真实的音效 从而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器材 好 明白 那我们去下一个试音室 好 没问题 来到Show Man 发现了大部份Solo的型号 都在这里 如果客人想试Solo味道 是否应该来这个试音室 是的 没错 那我们这间试音室 大家都看到 有绝大部份Solo的型号 都放在这里 包括有串流播放器 Z3 这个播放器 其实也未来会支持WOM 厂方已经有一个消息 接下来通过软件更新 就可以做到的了 接着这里就是S3的SACD机 也有一个叫声级 现在声级做最新的型号 是S3的Reference 是本身用S3V2的用家 都可以做这个声级服务 下面就是解码和Clock 前面就是用前级和后级 后级 现在还看到A2 我们今年年底 亦会有M3的Monoblock后级 来到公司 到时大家有兴趣的客人 都可以过来试音 说回喇叭 眼前这里 Vienna Acoustic 这对喇叭 希腿就是最新款的型号 亦都是最近很多客人 来到都指定要试的产品 它的声音 你不要看它单元细细 因为这个厂方 做了一个Spider Cone 选择柱细的码文的专理技术 即使如此小的单元 在这个房间都做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如果带喇叭坐地 我们都会有The Music 展示 也是Vienna Acoustic型号 有些客人 比如他想夹回家装修 勾计一点 我们有芬蘭的Enviroom 喇叭 隔出来也非常好声 我们先看看下一个show home 豪哥,我看上去好像是最大的试音室 还有我看到一些工具有ARC、大屏风喇叭 很威王,差不多全部一起 最特色的中间就是大的中置 这个报告是什么玩法 这间也是四间试音室最大的show home 我们主要放的器材有美国Audio Research的器材 CD机、解码、前后级都放在这里 另外会放在德国MC、Music Culture的器材 去负责推屏风喇叭 美国的menoprene 刚才提到为什么会有一个中置在这里 其实这里除了两声道的试音房 也是一个影院房 前面我们已经安装了一支83寸的电动幕 可以降下来 投影机就在这个位置 你也看到我们已经安装好一些surround 或者M-word的喇叭 放在这里 将来我们也会做一些影院示范 甚至我们有一些影院器材 可以给客人去试 然后去转购 那真是很多样化 两声道也可以 多声道也可以 是 没错 今天我们来阿永的试音室 其实有两个目的 第一 就是看看新的试音室是什么情况 放些什么器材 第二件事 我们知道阿永拿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奖项 其实我主要来喝一喝阿永的音响 另外一件事想知道你拿到了什么奖 阿永不如你介绍一下 我们很荣幸 在今年拿到香港零售管理协会颁发的 2022年十大零售品牌 这个奖主要是看我们的网上网店销售 和店铺的售后功务 而去做一个评分 最后我们是十间公司的其中一间 拿到这个奖项 其实我所知 如果是零售售买的音响来说 你们好像是第一间拿到这个奖 是吗 没错 其实说一说 其实闲话加上 这几年疫情 搞到我吃饭 我约有朋友又很难约 出去买东西我都不是很胆 巅峰时间的时候 为什么又怕中招 又怕隔离 其实不多不少 我猜不知道对你公司的生意有没有影响 其实不是你们看 只是纯粹问问 是 当时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 真的少了客人去我们店铺买东西 但是你知道 在家里真的发烧的情况之下 都想买东西 所以我们都做了一个网店 其实现在大家都会去到我们 AriaAudio.com 去做一个网上的购买 足不足户 基本上按几个按钮 就可以下单 下完单之后 我们亦都会提供一个送货服务 收不收钱的? 送货服务 绝大部分的产品都是免费的 太大免费送货 没错 但会不会等到天荒地老 都收不到货 我下单 为什么五个星期都没有送来 好像在美国订货 如果我们的产品有现货的话 基本上我们一至两天的工作 都会送到客人手上 其实这件事我相信 阿穎通常送货很快 真的晚上都肯送给你 不过这个是我说的 我不代表阿穎的立场 其实真的很想尽快 将这些货品给客人 先玩先开心 没错 其实在这个网站上订货 会不会有什么优惠 是这样的吗 都会的 我们做了一个会员的制度 假设客人全身做我们的网店会员 会有一些优惠送给客人 另外假设他消费完了 亦都会有一个储分制 即是可以下次拿来当钱用 那是一分当一元 还是一百元才当一分 会一分当一元 哇 而HiFi的价钱很快 就可以当很多钱用 哇 正好 那么快点过来 其实大家不想去陈列室 或者在家竹筆出户 想收货 买到心头号 其实登入网站 按几个按键 给钱等送货 等收货 就可以了 其实可不可以再说一次 你的网站是什么 我们的网址是 ARIA-AUDIO.COM 大家记住了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 大家如果喜欢这条影片 记得给Share、Like、赞和留言 拜拜